主料,猪肉末200克,辅料,油,盐,料酒一汤匙,胡椒粉一小勺,蚝油半汤匙,鸡蛋一个,玉米淀粉一汤匙,生抽一汤匙,葱末,姜末,香油,香菜,花椒水三汤匙,紫菜,肉汤五汤匙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猪肉末里放入盐,料酒, 胡椒粉,蚝油,一个鸡蛋,生抽,葱末,姜末,少许香油,玉米淀粉,分次加入花椒水,焯一个方向搅打三进,炒锅倒少许油,炒香葱丝和姜丝,这个汤是我炖了肉的汤,摇两勺肉汤,加适量水,水开后盖杯火,下入丸子,盖中火煮至丸子复起,放入少许紫菜桶煮, 黏糖带丸子盛入碗中,加少许胡椒粉,香菜,几滴香油即可,汤汁清爽鲜香,丸子弹牙鲜嫩,烹饪技巧,因为我用的是炖过肉的汤,很咸,所以做好的丸子汤,就不必再放盐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好,谢谢,谢谢. 谢谢,谢谢. 感谢观看